臺灣已經出現三例打A子疫苗 發生疑似血栓事件 其中全臺首例是一名三十多歲男子 這位出現血栓的男子 已經自費七十萬打免疫球蛋白 才保住一命 為了湊這七十萬家當都賣光了 原PO也附上醫生診斷證明 上面直接寫A子疫苗 相關血小板低下及血栓行程 除了這位三十多歲的男子 三號又再公布多了兩位 也是同樣情形 分別是一名五十多歲男性 接種後頭痛和噁心嘔吐 經過抽血檢驗診斷疑似血栓 並血小板低下症候群 還在ICU觀察 另外也有一名四十多歲女性 接種後陸續發燒頭痛 第八天手掌發疹且劇烈頭痛 就醫後診斷疑似是血栓住院觀察中 根據網友的說法 家屬已經申請預防接種受害救濟 照理來說 若訪單上有提到的嚴重副作用 能透過這個途徑申請協助 看看疾管署公告的A子疫苗簡介 確實有提到注射後 和非常罕見的血栓病血小板症候群 可能有關聯 當然也會有一般基本疫苗常見的注射 部位疼痛發燒頭痛等 而莫德納也是列出 常出現的疲倦頭痛發燒 另外罕見則有臉部麻痺或臉部腫脹 除了施打後 要先在觀察區待三十分鐘 醫師建議十四天內都是觀察期 不舒服症狀持續出現 就得提高警覺 儘速就醫 TVBS新聞王信棠就有學院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島